3C 产品泛滥的时代 大家谈蓝光色变 不过中国医药大学新竹复射医院 眼科主任陈银山表示 阳光对身体有正面帮助 谈蓝色变其实是错怪蓝光了 并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护眼抒压 陈银山说眼睛需要光线 才能够看见万子千红的花花世界 没有光线眼睛就无法作用 因此RGB 红绿蓝三原色都很重要 我们的眼睛能够阻挡过量光线进入 像是水晶体可以吸收紫外光及可见光 接受光线直射的黄斑布 表层叶黄素也可以中和蓝光 就像是眼睛的阳散 只是现代人过度依赖3C 产品 使得18岁以上 50岁以下白内障患者比例增高三成 都是现代人对眼睛使用过度 缺乏保护所导致的 很多人会补充叶黄素保健食品 以为剂量越高越好 但其实高剂量未必能被人体吸收 不如定期解长时间服用 至少持续半年 食物中也有丰富的叶黄素 像是鸡蛋中的蛋黄 玉米黄素含量最高 能保护视神经与脑神经系统 此外 多吃绿色蔬菜如菠菜 黄色水果如香蕉 也可以摄取叶黄素 药补不如食补 营养均衡才是正确的保健之道 陈银山提供了五点护眼原则 一、掌握居家照明原则 充分照度 均匀曝光 不炫光 不闪烁 二、挑选眼镜对侧 青年3C减压 中年3C多焦 户外防阳光 室内防蓝光 三、善用防蓝商品 像是低蓝光面板 蓝光保护贴 蓝光滤镜 防蓝水晶体等 四、适度补充叶黄素 叶黄素如蓝光过滤器 也是眼睛天然防晒剂 可防黄斑布卫光 五、别忘护眼疏压 热肤眼罩 人工泪液 能助你保有明亮的双眸 陈银山建议 使用3C产品 最好每30分钟休息10分钟 眼睛看向远方 同时起身伸展 走动一下 有益健康 人生福报陈银芳 专题报道